哈喽 大家好 我是蜜子军 今天带大家去一大咖一家 成都百元磊自助餐 天花板说的是 家人都是新鲜线爆的 极大一个个的 吃自助比较积极 来得比较早 所以大厅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整个菜单上面 所有的热菜点心 无限唱吃 吃多少点多少 不准浪费 然后我已经提前做好了攻略 你好 就是你们这个一份一份 是不是那种大盘呢 有不有什么 是什么限量的 这个褪皮黄油鸡 哇 二八八一条的真黄鱼 方绿鱼是啥 点吧 这道菜牛呀 红上背 这个虾我能吃 来两分 蛋挞 虾黄搅和也可以 虾仁烧麦黄我也可以 黄珍小米糕流沙包 这些占肚子的就不点了 香辣三宝是什么呀 如果就不点了 这个一份有多少只呀 那我可以来四份 好 就这些 我还有什么招牌没有点到的吗 或者之前都没点到的吗 他摸摸他走了 下来呢 香菜不过还挺快 葱油脆皮鸡 好吃耶 跟点餐吃一样的品质 一点都不像自助的 这家不光是自助 也可以产办宴席呀 点餐吃都是可甲 上海也有这家 上海也做自助嘛 这个鸡皮是脆脆嫩嫩 冰冰然凉的那种 这个鸡肉部分是真的充满了葱油香味 这个鸡皮非常意外 我的天呐 有一个蘸蝶 我眼睛都亮了 我的天呐 这个酱汁好好吃 口感收量令我相当的满 看什么吃下去 肉质非常的Q腾 吃得出来的新鲜 全部剥完 看这个下头看得到的新鲜吧 这个时候看我剥完这些 还要多长时间 我自认为博一下特别特别的快 我今天摊这夹点一天都没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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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到两分钟剥完了 三式之下 我想说拿一个牙签 然后来把这些虾穿起来吃这个 现在牙签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沾点这儿 沾点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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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会不会三口虾都回稳了呀 上海空运过来的鲜海巷 我知道为什么网友要说他们家是成都 百元内自作天花板了 真的很夸张 这个菜上的都是一整条一整条的鱼 葱油黄鱼 这条鱼在外面单点的话应该都 鲜嫩好吃 一点鱼心味都没有 特别特别鲜嫩 吃得出来是用活鱼做的 贼鲜美 这家店为什么不开在四岁里面吃 开四岁里面吃 所以肯定会更好 还有一条鱼 方丽鱼 这个鱼肉特别的水嫩 这个鱼边真的绝了 超肥美 是属于那种硬硬它就化掉的 比猪皮都还嫩 比果冻不定豆花都还嫩 主干就它那样个鱼老鼠洗 装在外面里鱼老鼠那种鲜嫩 这个鱼好苗条哦 就是那种非常鲜薄的 扁扁的 其他薄鱼是西虾 我这里是鹤鱼 两条鱼都非常的酥 虾脚黄 我先点一份看看个头 我怕个头太大 吃不完 哇 好吃 你看这个皮儿 是真的是很薄的那一种鱼里面 完完整整的虾仁 虾里面有一些黑胡椒 冬笋这些 这个顿头我们再加两份 还配了这个小蘸碟的 虾仁猪肉烧满 这个也好吃 但相对于虾脚 我更爱虾脚 虾脚 这个也好吃 蒜蓉粉丝 蒸扇贝 黄肉的扇贝 放进一个碗里 付我这一小点多么的肥黄 大半桌 感觉这蛋挞非常非常的好吃 今天这炒的特别嫩 特别酥 好 能吃得到蛋香和味道炒糖 新鲜制作性好了 这是一家真可以带 老一辈的家长和小朋友来吃的 自主餐 我尽可能在用我的舌头板送 它这么一侧 佳黄脚里面有多少颗虾仁 吃不出来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完整虾仁 比猪肉多 三颗三颗 全东西有满多家都有虾黄脚积度的 但他们家是最好吃的 而且不是这样哦 有很多人均补到一百个 这种沙黄脚 一人只能减几次 一人限量四个 你们这个是新鲜现做的吗 在黄脚 现做的 流沙包 看看它有多流沙 哇哦 很流沙 这个有点饭臭 它这么的文宝 这一个的饱腹感 我就相当于二十只虾了吧 自己店当 后悔要吃完 但这个虾要吃很多 但有点腻 不是有点 是很腻 整个酱在嘴巴里面比较负准 是流沙 他们在城州的两家健身也差太多了 所以我家我打电话是另外一家店 他说已经坐满了 一个位置都没有 然后我来这边就很轻松预约上来 现在已经是晚饭时间了 六点八 然后生活还是一座人都没有呢 就是这小丸子 里面还带芝麻馅的 他们家主食成肚子的这些盛典哈 分量确实有点大 哇 一大块牛肉 点了一个炒菜 爆炒八爪鱼 来配我的牛河 为什么要叫牛河 不叫和牛呢 河粉炒的牛肉 愿意再穿鱼 更多就要炒粉嘛 去了广州那边才知道有 干炒 湿炒 牛河 我就想给大家说法 好吃 豆芽在里面特别的脆 等于是没有断生的那一种脆 但是又没有生的异味 这家自助餐就真的又硬了一句话 有人可以相信有点餐的自助餐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哇 好辣 贼辣 这个菜不要点 除了辣就是咸 发这鱼菜有点咬不动 干炒牛河 还很自薄 看吃完了 没有多余的一丁点酱汁在上面 这就是一份好的干炒牛河 要保证每一个食材上面都要裹足料 均匀的上好味 要保证吃完了之后 盘子 不多余的根汁 这家还是跟我们这边的炒粉不太一样 牛河还是更油润一些 粉的口感更弱一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熊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蜜子君 MarisMS 在今天多多评论 我也在上面继续回复大家的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